早上买了半斤这种小油缸 这个是新出的 都是刚摘下来的很新鲜 入口是很甘甜的 油缸在潮汕地区 油缸缸很多都是拿去煲汤煮水喝 腌制吃法好多的 我们今天煮瘦肉汤 拿一块纸巾垫一下 然后才能把它拍碎 在上面不好发挥 炒死了 赶紧换个位置都炒飞了 还是放到地下来 地下才好用力 这样很快就下来出来了 把它不这样拍碎 然后直接加水 好多汤啊这个油缸 拍到我手机都是煎了好多汁 这个瘦肉等一下不吃的 所以要先下去煮 让它煮出味更好喝汤 留了几个给小孩吃 这样子就可以生吃了哈 刚才太多人在挑了 我也没有时间在那里待太久 所以就回来了 买了一点点 直接等它煮开然后再装小火 让它慢慢煮个20分钟就可以喝 煮开后 直接光小火 不能盖盖子 下了瘦肉它有那个浮沫 老是溢出来 现在让它这样炖个20分钟就可以 下一丢丢盐 可以喝 不下盐也可以直接当水喝了 这个 哈喽大家好 沙米今天煮点油缸汤来喝 这个油缸汤如果下瘦肉的话 就可以放一点点盐 如果是不下瘦肉的话直接这样煮 最后就放一小块小冰糖就可以 但是不太喜欢吃甜的 我们就下点瘦肉营养也好 然后也是很不错的 油缸它是润喉的生菌子壳 这个很不错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小孩子吃的多 或者直接散火的 都可以煮一点油缸水给它喝 这油缸的功效可能很多 大家也可以自己摆度一下哈 再来煮点冬瓜橙皮水喝 这个皮还有冬瓜籽都不要去掉 直接爆水很不错的 我们家小孩子我煮这个水 他也很喜欢喝的很乖的 反正油煮他们就喝 天气沿着喝一些冬瓜水 确实不错 直接切小块 然后这样加入清水就可以直接煮了 煮开后也是转 小火让它煮个20分钟就可以喝 直接煮 煮这些非常简单的 如果下瘦肉的话一定要注意 不要让它溢出来 溢出来太浪费了 因为这些都是原汁原味的水啊 不要浪费 可以了 加一点点盐 盐不用多 小红香菜可以加两条香菜 不喜欢不加也可以啊 然后直接就可以把这个汤 盛出来喝了 就喝这个汤就可以 非常 回肝清甜的 这个汤煮出来也没有多少 因为我包的比较浓一点 浓一点才有味道 才好喝 现在两瓣网出来 这碗给婆婆 一碗给哭哭 蛤 你更加经典了 喝油缸汤 然后配油缸 配个生油缸 要快我没来啦 中午要来纯面条了 这个是生面的 然后这个剥了一斤虾 瘦肉片 墨鱼王 鱼饼猪肚王 这个是香菜 就用饭的 炒了一条瓜 这个是丝瓜 现在这个鸡嘴好甜啊 这样 来 这王子水不倒下去 所以这个面汤少不了一点猪油 猪油才香 一条汤可以了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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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感谢观看